后台有网友留言说 看到报道吉利的博越 累积车辆突破了100万台 问我为什么会卖得那么好 以及博越Pro这辆车 值不值得入手 10万的15万的景错 SUV是竞争压力巨大的一个细分市场 单一车型4年能收获到100万车主 以及SUV的销量旁含榜单上面 Top Street总会有博越 那么成功就肯定有它的道理 戴上Pro Plus这样子的后缀词 就知道是升级进阶的意思 作为中期的升级款 博越Pro涨上还是很吉利 但是很多细节都做了细节化的调整 比如说机盖上面4条隆起的线条 增加的就是力量感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 说吉利的这个车标 灵感来源于男人的6块腹肌 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 而且这次换上的是黑色的一个盾行标 配合这个有钻石效果的 ALEV前车灯 就是整张前脸看上去那种 高级感的这个门槛 大标了 从45度这个小度看过来看 这一段是不是有点奔驰GLC的味道 是因为它确实前旋够短 但是轮拱又相当的突出 对一个紧错SUV来说 你挂了一个19寸的马牌的UC6胎 大缺是相当的养眼了 4米54的车厂1米73的身高 我之前就说过一个观点 自主品牌抢银合资车 有很赚的一个筹码 就是看着得显大 而且要有点运动气质 流水型的这个翻转型的LED尾 能配上这个妖娆的小压尾 整个后背就看上去比较饱满 而且有质感 坐进博越车里的第一个感觉 这个12.3英寸的大屏 看着还挺舒展的 而这样的平质软薄 以及如果到了晚上的话 这里会有氛围灯打在这块幕式板上 整个的内饰呢 就是有一种20万级别SUV的高级感 大屏里面内嵌的是 吉利自己的GKUI的车机系统 而它的操作逻辑呢 其实跟iPad会有一点像 就是长按你看这样子 可以任意的拖动到你最顺手的位置 吉利的语音系统对于连续指令 其实非常好用 重庆的唐班 那里的天气 相比老款的自己博越Pro这次变得更大的务实了 换上了电子挡杆以后 这一块就被掏空了 然后呢两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无线充电 后排还有两个 这样的话人手一个不用抢了 360度全景以下还带3D效果的 对新车司机特别友好 我身高1米66现在是一个正常的坐姿状态 这样的头部空间还有膝盖的空间 呼吸度应该不错 但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全景天装的采光面积 大概这个级别是最高的了 NAPA的真皮座椅 关键这个座垫还是超厚的 而且这个后排座椅角度可以调节 整个的15万级别的SUV 最惊艳我的是这个头枕 还挺舒服的 车头挂的是1.8T的发动机 184马力300牛米 搭动的是气双离合变速箱 至于机械素养到底如何 开已经就知道了 1.8T的这个机子中段的那个动力厚度 我觉得挺OK的 吉利这两年其实在变速箱的调教上面 已经很有心得了 柔顺舒服 你日常带步的话 基本上我就一直维持在1500到1700转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停速的话 其实过了2000转 你就会看到它的挡位就已经往上走了 而且升降的速度非常的灵敏 而如果你把它切换到Sport模式的话 其实整个的后劲就会上来了 你知道吗 而且整个的转向阻力的那个重量感 是我很喜欢的 我觉得开车其实要有一些手感在手上 自主品牌李明的底盘调教 我一直觉得吉利是最紧致和正点的 前半F7后多脸感的这个悬挂相当的有韧镜 而且博越Pro的这个我有了解过 它的横向门饼干的钢型 其实是做过一些优化的 所以说前面你看 像过一些减速路段的时候 整个的从屁股到后背的这个反馈 支撑力度很在线 而且你在做一些大幅度动作的时候 人也不会摇晃 整身的姿态其实很好 最后聊安全配置 是因为我觉得像行人识别 防碰撞预警 主动刹平这些 对于自主品牌来说 已经是默认的准入门槛了 所以说安全这一块 你即使看它的前雷达探头 包括摄像头 武装到了牙齿 就知道这块不用操心 我能理解博越为什么好卖了 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 它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要啥有啥 外观内饰空间动力配置安全 全部帮你夯租 它其实没有明显特别突出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明显的短板 我觉得均衡就是 抗击合资车最有力的资本